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Nikki带你飞 在我还没有开始之前 记得帮我订阅按赞分享出去 还有打开所有的小铃铛 那我在五个小时前呢 有给我的会员呢 做了这个以太币比特币 还有山寨币的这个分析 一个紧急的分析 给他们知道接下来的一个星期的走势呢 会是怎么样 那我们来看比特币的天图 在这个比特币的天图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最主要的就是 0.382跟0.618 这两个位置是最重要的 那0.382呢 就是42540 这里就是51000 所以他很有可能呢 会回调到这个位置 然后上涨 站稳再继续上涨到51000 这个目标较位 那按我的剧本周呢 会是这样的去走吗 那我们就要看 接下来的走势会是怎么样 毕竟42540哦 这里这个位置呢 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 支撑的位置 要是他跌破呢 我们就能看到3万多的这个比特币了 那我是不希望他跌破了 好吧 然后呢 那我们也来看了就是我昨天影片有提到的这个趋势线 你可以看到呢 他还是在这个趋势线的上方的 还是在趋势线上方还没有跌破 要是他明天的这个蜡烛呢是跌破呢 就会继续往下跌 那我希望呢 他就是没有跌破 就好像之前一样 你看没有跌破对不对 那我也希望呢他没有跌破 然后继续的往上涨 到下一个这个目标价位就是5万多的这个价位 然后呢我们去看4个小时 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就是 这一根趋势线呢 他是没有没有跌破的 然后现在最重要呢 就是在4个小时 我有发现了4个小时的一个支撑的趋势线 在这里 你可以看 看到吗 他是一个很强的一个支撑的趋势线来的 然后你可以看到 他都没有跌破 都没有跌破 所以他会不会跌破呢 我们就要继续看他会不会跌破 因为在这里的这个位置 他都已经是尝试从昨天的这个凌晨到今天 都已经是蛮多次的尝试了 都没有办法跌破 所以他很有可能呢就没有跌破 继续的在这里震荡之后呢就继续的上涨 这个呢就是我希望可以看到的 因为我还是看涨比特币 只要他没有跌破这个趋势线 我在我昨天的影片呢也有提到 要是他真的跌破这个趋势线呢 我也会去做空好吧 那我们就要关注他有没有可能呢 就是这样的跌破 那要是他跌破呢 大家就可以在这个位置做空 你在这个位置做空呢 可以空到就是42500哦 就是这个的支撑位置好吧 那其实盈利还不错啦 就是没有说很大 我也不希望他就是会跌破 42500要是他真的跌破 42500的话呢 我们能看到就是41,000 或是更低的这个比特币的价格 那我目前来看呢 我是希望比特币呢是可以在这里 就是支撑着 然后继续的上涨到5万多这个价位好吧 那这个呢就是比特币的分析 大家最重要呢就是关注这个4个小时的 支撑趋势线还有这个上行的趋势线非常重要 那真的是给大家看哦 看清楚我们放一个小时吧 你看一个小时对不对 都真的是很多次了都没有跌破 然后这里的位置也是那也就代表着呢 这里的这个价位哦 这里的这个价位哦 是有很多人去买入比特币的 在这里挂单买入比特币 所以为什么呢他一直都没有跌破 所以我还是非常的看好比特币 只要他没有跌破 这个是最重要的 要是你看到他跌破呢 你可以去做空 哦你可以去做空 他就会继续的往下跌了 好来到以太币的4个小时图呢 你可以看到他是已经跌破了这个趋势线 目前呢是在这个支撑的区域支撑着的 这个支撑的区域呢 你可以看之前 都是一个很强的支撑的一个区域来的 所以是没有这么容易可以跌破 你可以看他今天也是有好长的时间呢 都是在这个位置 我们看一个小时 你看对吧 一个小时都很长的时间呢 都是在这个支撑的位置 然后进行了反弹 那他要是没有跌破呢 就会怎么样 就会重新的继续的上涨 我放4个小时再给大家看 你看 对吧 就是碰到了这里的这个支撑位置呢 就会有一些反弹哦 就是因为这里的这个区域 支撑区域呢 是非常多人去买入以太币的一个区域来的 所以呢 这个以太币呢 我是看到他已经跌破了这个趋势先嘛 所以要再继续看 要是他可以在这个位置震荡 然后继续上涨呢 当然是最好了 对不对 继续上涨是最好了 然后这里呢 是有一个很强的阻力的位置 大家可以去关注 就是3109差不多这里 你看他是一个很强的阻力的位置 阻力的位置 OK那我希望呢 看到这个以太币呢 可以成功的回到这个趋势线 然后突破前高 站稳继续的上涨 我相信呢 大家跟我也是一样对不对 也是非常看好 毕竟我们都有买了这个 现货嘛 都买了蛮多的这个现货 也希望呢 现货可以赚钱 合约也是可以赚钱 那其实你在这个位置 你去买入以太币呢 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位置买入比买入以太币 要是他真的跌破呢 你这里止损做空就好了 对不对 其实你的亏损呢也不会很大 每一次都是会建议呢 大家就是回调的时候 做多是最好的 因为你可以在最低的价位 千万不要追高 如果你追高的话呢 你就会卡在这里 那要是他下跌跌破的话呢 你在这里止损呢 你的亏损是很大的 所以都是建议呢 大家都是逢低做多 然后你可以分批 你可以在这里做多 在下一个支撑的位置 再做多 这样的话 你可以分三批进场 都没有问题 好吧 那这个呢 就是以太币的分析 目前来看呢 是还是很好的 他虽然是跌破了这个趋势线 但是呢 这个支撑的位置呢 目前还是在支撑区域的上方 所以我们就要继续看 要是他跌破这个支撑的区域 他就会继续的往下跌了 那目前来看呢 是还没有的 所以大家可以关注 这个支撑的区域呢 是在2930到300 ok 在这里的这个区域 大家可以去画哦 他没有跌破呢 大家都不需要担心 还是一样 有机会就是看涨这个以太币的 好 那关于比特币 跟以太币的分析 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那如果你还没有注册户口呢 你想要注册呢 你可以使用我的这个链接注册 你可以得到1610的奖励 还有就是 如何得到100%的返现活动 你可以点击这里看 那除了这个by币以外呢 你也可以看这个币案哦 币案呢 有手续费20%的 返现 你可以使用我的链接注册 好吧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 拜拜 拜拜 啦 obviamente 谢谢大家 拜拜 感谢观看